我們先的分享都知道有時人傷害了 是重複出現的 那個傷心重複出現 我們訓練人 即是說幫助他 我們現在訓練大家 怎樣幫助這些人 你覺得在這樣的情況 你知道他受傷害 都不會那麼快鬆的 可以說些什麼話 這件事就是很重要的 讓人覺得我們明白他 即是說 當一個人說一件痛的 很傷心的 我們自己聽到之後 我們第一 感受一下他的傷痛 然後說出來 他會有什麼感覺 即是 我知道你很傷痛 那件事壓住你 很不開心 可能每天都會 這種感覺都會走出來 他聽到他會有什麼感覺 被理解 他就會心都鬆了 即是會跟你去演童 做朋友 去心一層 好了 非常好 大家原來明白這一點的重要性 那你下次聽到有人有人不開心 那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件事可能都不是那麼容易走的 在你的心裡 一直會影響你的 我知道你辛苦的 當然我們不會停在那個位置 但起碼你回應了 回應了 他可能會馬上回應 如果他很傷痛 他會怎樣回應 他會再說重複的事情 可能會哭 可能會哭 總之他會說 是的 是的 真的很痛 很辛苦 這就是我們可以安慰到他 然後我們就可以引導他 記不記得說引導 就問一下他 問一下他什麼問題去引導他 你覺得這樣的情況辛苦嗎 你想不想好起來嗎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那些方法行不行 就是了解他用什麼方法 可能有些人說的方法 有時就會跟人傾訴 這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不過傾訴不是一個徹底的方法 為什麼不是一個徹底方法呢 因為他會說完又說 因為他的傷 你都認同他的傷 他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很傷 這也是一個很傷的動態來的 因為他聽是有幫助的 是即時有幫助的 其實如果那個人懂得跟他說 而他多次分享 是會鬆一邊鬆一邊鬆的 因為那個接納 但是呢 只是聽就有一件 有缺欠的 因為他需要內心處理 他不內心處理 他每一次有相同 只是懂得一個方法 就是找人聊 每次都要找人聊 那如果是這樣 就是 有時未必找到適合的人 當然 沒有什麼機會 談越嚴重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始終都要去幫他拆解那件事 而幫他拆解 我都曾經提過幾樣的方法 一些經文的 剛剛都講過的 早點講過 記不記得 因為我們現在想訓練大家 怎樣用出來 就是怎樣用出來 要做幾個經文 應該是 不過可能我忘記了 不要緊 我想都是建立他的 要安慰他的 要造就到他的 勸勉到他的 OK 好 大家有沒有人想到 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的經歷 我就不在聖經那裡找 我是在我自己的內心去找 我發生過什麼事 就是你分辨分析 對 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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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析出來 然後呢 又神討過 那我就切帶這樣好 OK 那如果我把這個方法教給他 可以不可以呢 這個方法呢 是一個方法之一 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不是沒有效的 是非常有效 是非常有效 我意思是 加上聖經 就可以有聖經的原因去拆解 那你是用一個理智的方法去拆解 即是說他的人喜歡罵人 即是你拆解 他的人喜歡罵人 那他就經常罵人 那他罵人的東西都不是那麼合理的 都不是公平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大約我鼓你 或者不是用同一個方法去想 他通常這麼難過呢 入了前儀式呢 是因為他自己裡面出現了一個錯誤的信念 這個錯誤的信念 又埋藏了在前儀式那裡 那他玩那個錯誤信念出來 就拆解到很快的 但是這個呢 就是一個 美國一個基督徒心理醫生 他自己在神的裡面去領受 我賣那些書這樣教 就是那個方法是非常之好 OK 即是拆解那個人的心理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可能譬如他被人罵得多 所以他罵人 或者他自卑 所以他要罵人 所以他要罵人 好像踩 就是踩得人就撐高自己 就是用不同的原因 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之一來的 都是有效的 因為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想拆解 不需要給他影響 拆解那個原因 那我希望大家都用得著 就是用得著 聖經呢有什麼不同呢 聖經多了的地方 就是神 神的話語 是的神的話語 是寶貴愛重要 沒有人倆權策 破壞我的生命 他講的說話 破壞不到 他就算想攻擊 陷害都陷害不到 那我聽神話 神一定祝福的 所以這兩樣 相關齊下管理是好的 我是拆解了之後 才用神祈禱 求神拿走這個創禱 觀念 那就可以了 OK 都是一月 一定是要找神 那你 加上神那個安慰和鼓勵 即是說神看了我的 神要提醒我 我是寶貴的 那寶貴呢 譬如那個王子 走出街 假設他沒有穿到王子衣 就被人罵他 你這樣 譬如他穿普通衣服 哎呀 你的衣服穿孔 或者你看你的表情什麼什麼 或者你都是 哎呀 你都是沒有用的人 這樣 那他 但是他 如果他有這個自信心 我是王子 你說我什麼都好 我都不會改變 那我們都是 我們始終有這個重要性 那麼 這個重要性 又令到我們 不會受影響 不過的確很多基督徒 不是覺得自己那麼寶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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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受到被人罵 所以這個是每天建立的 記得我講到那個 建立自我形象 第一是什麼 信神 看中我們 是的 有奇妙計劃 也都建立能力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經常都信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我可以做很大事 不過經常都做什麼事都失敗的 經常跟別人聊天都吵架的 那他一定的自 一定是不會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所以這個建立跟別人溝通 是別人覺得舒服的 跟別人交往 幫助別人 別人覺得是被幫助的 做事呢 是會成功的 就是說 成功不是一定說 譬如他賺到錢 他有一些未必 但是他起碼 他做的本物做得到 有些人真的做不到 他做了一下 苦頭蛇尾 總是做不成 這樣 那這個都是建立自我形象 那當然 果效呢 這個也是要建立的 不過呢 第一步 他真的做到事 好了 我問問大家 其實我們數一下 你親近神有沒有得力呢 親近神有沒有得力呢 有啊 有啊 他這個成功的了 不過你有沒有計上這個 我親近神都得力 所以我都是寶貴 就是我是有方法得力的 我是有秘訣的 忘記了 忘記了 就是原來呢 我們每一樣成功都可以鼓勵自己 就不是叫我 很厲害 我不是厲害的人 是神的禮物 就是不是我很厲害 是神呢 一親近他他就會幫人的了 他是這麼好的神 這是第一 好了 那我問問大家 那你跟人交往有沒有成功的例子呢 有啊 有啊 哈哈 好了 有成功的例子 那就是我們都有跟人交往 有好的地方 是不是 可能有失敗的例子 不過我們通常呢 注目在什麼呢 注目在失敗的例子 失敗的那裡 插死自己 是的 那其實 有成功的例子 有失敗的例子 為什麼會跟人相處有成功有失敗呢 因為什麼呢 拆解一下 給大家拆解一下 人的罪性 人的罪性 那這兩個人 為什麼這個人相處得好 這個人相處得不好呢 我知道 如果你跟他相處得好呢 你是 可能你是欣賞他 包容他 還有你鼓勵到他 OK 他又被你鼓勵 是的 他又鼓勵回你 OK 我們做得對 但是還有其他因素 兩個人你同樣做對 他們的反應可能不同的 分別在哪裡呢 有沒有將自己放在神裡面 即是有沒有將榮耀歸給主 OK 你覺得是做了自己 OK 還是因為你信神做了神 應該是你有性格不同 應該是 那譬如 可能 這樣說 是 人的 怎麼說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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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神 他願意的 和在人本身那個 人的方式 和神的方式 是嗎 OK 有的 但是一個最普遍的原因 就是 每一個人受落是不同 你同樣幫兩個人 一個人很開心 多謝你 多謝你 另一個說 你以為你很聰明嗎 你做得很聰明嗎 你又做得不好 你又沒有做好這件事 有些人就是這樣 那你就幫完 就很灰心 好了 你幫過兩個人 一個就很欣賞 一個就很不開心 那你會怎樣拆解這件事呢 我會不然間要 就是我做了自己的本分 我做了自己的本分 去關心他 他不接力我 是他的問題 OK 好 這是第一 第二 剛剛我們分解了他兩個人的性格 對於我們有什麼幫助 知道一個人 比較深眼 是啊 所以他講一些光硬的說話 或者不接受 是他的問題 如果我有錯就認錯 就是說我有曾經對人好 那個人有好的反應 那我就多謝神 其實我就可以被建立了 這個我有幫他 但是後果不好 都有兩個原因 有時候有些人 就好像英文說 那個chemistry 不正 就是好像化學成分不正 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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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時候那個人 是本身很光硬 我們知道是他的問題 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是能幫到人 不過有些人總是不接受 好像我也會 有些人幫了他 他是不接受的 我不用記住那些 我記住那些 幫到那些 我就開心 那些幫不到那些 我又可以反思 這樣 我們就可以建立自我形象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 哎呀 我幫那個 他又不喜歡的 我全個福音 他又不信的 這樣 這樣 就明明在 將一些失敗的例子 建立了自己的自我形象 那就很破碎了 是啊 沒錯 就是說 我先講到自我形象 一方面是信神的計劃 我們是寶貴 第二就是 我們 代人節物 總之曾經都有跟人的關係是好的 當然有進步的 譬如有些人 他只能夠跟 某一些人 好好人才能夠交往的 有些人 他跟很多人都能夠交往的 那這個就是每一個人的進步 那也都 有時候不是一定多人的 而是他 總之他總是影響人 正面影響人的 那他就知道 原來神給我恩賜 我幫到人 那他就可以因此而開心 就建立自己了 那又反思那些 幫不到那些 有時候是 做得不對 他做得對 他的反應不好 那我就說 我都跟人家往 都有成功 所以我可以開心 那我就問問大家 那你做事情 是虎頭蛇尾 還是做到事情的 就是你會不會做事 做一下又不做 還是你會一直做下去 都是一個持續做事的人 是負責任的 你們覺得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會跳 不知道 我意思是 你有沒有一些地方 會一直做下去 你會成就那樣的 我是一個很堅持的 不過會一直跳 OK 那有沒有一些地方做得好 我不知道 OK 這個你慢慢去反思一下 你想說什麼 我試過 例如李菱對方 李菱已經擺出了 我們讓他人給你 說什麼 我不需要你幫 就是他 想說他 你的出發是甚麼 我又聽過這些 接受人的幫助的態度 原因是有些人是從小到大 都沒有人對他好的 所以你一對他好 他覺得你是有假動機 有企圖 有些人是 他長大都是一個很開心的環境 或者他成長的時候 他學到原來人對我好是禮物來的 所以他就對你有好一個回應 我們分辨到的時候 就不將責任歸咎於自己 除非我自己要改善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改善的 我們改善就能夠對更多人更加好 但有些人的確不接受的時候 我就不放在心上 就不會受傷害了 這個思想拆解了先 思想拆解 我先講回三個部份去拆解 第一部份 你看看哪個次序都不要緊的 親近神才讓人鬆一點 第二就是拆解這個人 可能他受傷害 但又不是貶低他 不過他習慣是這樣的 譬如有些親人 我們習慣相處的 有些都是 他懂得罵人 嘩嘩嘩 都沒有什麼好說話出的 我們就明白他是這樣的 但有些人往往就被這些人傷害 明明他是人都傷害的 是沒有人建立的 但他都是 他這樣罵我 很難受的 是很難受的 但我們越化解他 就好像一個小朋友 那小朋友走過來 打你一下 我們不會這麼介意 那小朋友 他不是真的 真的想打死你 只是他玩 這樣 我們明白到 就不會這麼重要了 所以這個化解 還有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那我先講 建立自我自然的形象 第一 我信不信神寶貴 我跟人家旺 都是有 真的幫到一些人 令到人開心的 我真的做事 我都是有努力的 有進步的 我是人生都找到目的 其中這個都是自我形象的 譬如有些人經常都覺得 哎呀 水耶穌就等上天堂了 水耶穌就等上天堂了 就是 看看什麼時候 什麼日子 就離世了 沒有什麼百無聊賴 或者我就上班 照顧家人 但如果我們深信 我們是有個神有計劃的人 我走出來 神又歡喜 我又歡喜 那這個人呢 他的自我形象 就會很鞏固 很鞏固的人 沒有那麼容易受人傷害 他會快些化解到的 那大家想一想 你自己是不是一個 自我形象堅固 穩定的人 還是 好像一個 紙皮箱的屋 一推就倒了 因為是一間石屋 是不倒的 你是很堅定 他怎樣傷害我 是他的問題 看看誰推 哈哈哈哈 那問題就是 看看誰推 不是每個人都傷到自己 看看誰推 為什麼有些人傷到 這個就是我們拆解了 我一直在說 這個 怎樣化解傷害的方法 就是 怎樣被人傷害 怎樣化解 也可以幫人 可以 譬如有些人 我們幫他 幫他 其實你和人相處都挺好的 你做事都挺好的 你都很勤力 真的經常都很勤力 不過他說 是的 不過家人都不喜歡 都沒有反應 哎呀 經常煮飯都是這樣的 那我說 你都做了 你應該本分 神是歡喜的 你是努力做好本分 可能是權柄 或者是重要的人 是啊 沒錯 權柄和重要的人 那我們就化解一下 是不是權柄的人 代表我們一定要受到他的傷害 或者他的貶低 不是 權柄的人 還有很親近的人 譬如是配偶 或者是兒子 有些人很緊張 某些人的 有些人真的會緊張 兒女多過配偶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配偶已經放棄了 哈哈哈哈 那個 沒有那麼多資餘 那個兒女將來會養他的 那個期望大一點 就是希望他養他 於是就有個期望 那個兒子令他失望 他就很大失望 因為他人生的盼望 在他兒女身上 所以我問你了 是不是一個你最起重的人 那個人傷害你 你就不能夠得醫治呢 我現在問大家的問題 是不是不能夠 一定要受傷害 一定要受傷害 不能夠 一定要接受他的傷害 受不了的 這個 有沒有辦法呢 那就 是啊 很勇敢 就是說 我們處理一些人 和我們很親的 或者很體重的人 是難一點的 是難一點的 那麼我們其中一個方法 肯定就是連率他 就是說其實他都是因為受了很多傷害 或者他有他的困難 他有他的問題 所以他會對我們有時不公平 有時人就是這樣的 他為什麼是疼那個兒子 不疼那個女兒呢 或者為什麼是疼那個小的 不疼那個大那個呢 這樣 這個沒得解的 他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接受了 那裡面我們也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的安全感呢 就不是建基在最重要的人身上 好似我這樣 就算 譬如我太太 在我生命中是很寶貴 就是我一生人中 對我最好的就是我太太來的 那 譬如有一天 就算有些事情在她身上發生 是不是這樣我就倒了呢 神你真的不公平了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呢 那變成我的依賴 就在太太身上 或者如果有一天 是不是她如果假設 她不會的 傷害我 那我就會受不了了 真的 那我搞錯啊 這樣也會傷害我 就是我堅定的是 我深信 神才是我真正的祝福 和幫助 我在心中 不會說 愛一個人多過神的 神一定是最重要的 是 他就算有時做錯一些事情 說錯一些事情 我又不是那麼緊張去剔 而最重要的是 我就是不受落 就不只是壓住 我不受落 我會將她化解了 即是說 不要緊的 她對我所說的傷害算不上 我不死得的 我不用受落的 就算她是甚麼人多重要 就算有一天 即是有一天 即是有一天 真的敵基督迫伯我們的時候 可能呢 自己一個人面對的 但我們都說不要緊的 因為神體中我 所以我就不受任何人影響 所以耶穌都說的 愛父母 愛妻子 愛我 不配在我的兒女 不配在我的門徒 所以耶穌幫助我們 不代表我們不看重人 也不代表我們不珍惜人 但是我們不像 將我的生命掛勾在人身上 我的生命的重要性在神那裡 好 我們到這裏為止 我們祷告去親印神 大家請問 好 別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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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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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